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肌大叔 今天就來到新門町的一級排骨 那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號稱是新門町很神秘的店家 那今天就吃別的品項 從這個樓梯下去 我已經點好了,它外帶會比較便宜 那我這樣點排骨便當加一個空肉是185 那這是全部的菜單 那內容器就是一個很寬敞的環境 好,謝謝 188 好,謝謝 好,那為了太一點便宜,所以就只能用外帶了 總共 總共185 好,雙煮餐 好,那先從這個排骨便當開始 好,當然這家就是排骨飯的名店之一 它的排骨當然是很好吃 好,甜香甜香 等一下 好像感覺排骨肉有變比較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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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鮑魚 可能看個人啦,那我覺得 排骨都變得有一點薄 雖然它的香料味是依舊 這邊稍微厚一點點 所以真的也算是點雙主餐才比較吃得飽 那排骨是85分 那第二個主餐是放在湯杯裡 所以看起來就稍微淋亂一點 然後 感覺就是切成一段一段的肥五花肉 肥這隻肥這隻 其他這個 算紅燒肉啦 跟我媽滷的味道還蠻像 我媽滷的這個紅燒肉也是差不多這個形式 肥脂肢肥脂的 蠻外層式的 配菜就是 酸菜還有豆干 好,那整體分數我覺得是 85分 還OK啦 可以朝生看看 好,主餐肥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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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放我 我後面會慢慢吃完 有酸菜還有豆干,然後飯這樣 好,酸菜很好吃 好,那便當吃完之後 再來就 逛下西門町 好,那便當吃完之後 好,滿滿的排客很少 好,這個鮮味鵝肉也是非常有名的店 好,買晚餐 不會,我的天啊 這個應該是很黃色的 鮮味鮮 吃完 這不是很香 但是很香 額...我先朝市集的方向走好了 好,他假日都會有個小市集 好,昨天有人講說美觀園 他吃了一千多塊 還是不是美觀園 還是火車輪 可能我記錯了 好,應該是火車輪 他說的是火車輪 好,當然假日的話,今天也是這個客人爆滿 好,嗨一點點 好,聲音非常的好 這個來西門町必吃的店家 我今天就走一下 好,我現在因為沒有要吃這一家 我現在最終看一點點 我...我要走錯方向了 我...我要走錯方向了 這個要注意啊 詐騙行為絕不上鉤 要小心啊 好,不要緊 他沒有說不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可否论的新门店就是会有很多漂亮的美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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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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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